堪如學家麥玲玲 和仙氣女神魏家敏 今日一起現身一個賀年活動 吸引不少街坊圍觀 今次活動 玲玲師傅亦不負眾望 幫大家預測新潮運程 單身已久的Carmen 反而不急祈求恩怨 令玲玲師傅都要提點一下她 師傅說我桃花運號 其實豬仔今年不錯 因為豬和兔本真是好朋友 所以就不錯了 但只不過我八卦很關注她的感情運 我想看看她有什麼要求 希望如果身邊我身邊有好的男孩子 就一定要推薦一下 但她也說要事業為重 真的事業為重 對感情不太理會 如果兩者只可以選一個 我會選事業 當然兩樣乖乖 不容易 我都想知道你的擇偶條件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想知道 對 其實我是很容易被有才華的男孩子吸引到 對 但是 就是才華第一位 對 才華第一位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很虛無的事 我覺得最重要是可以有一種心動的感覺 就是我看到她會 噗噗噗噗噗跳 接著很緊張很害羞 臉都紅色 如果我遇到一個男孩子是這樣的 那她就是了 暫時有沒有 是沒有的 未遇到 未遇到就是沒有 是不是 我想她這麼美女 機會實在多 但是我剛才就在這裏笑她 我說正是才華是吃不飽的 當然其實有才華 年輕女孩子都會的 希望男孩子有彈琴 唱歌 作曲這些都好些 那她有很多機會 我絕對相信她是可以心想事成的 玲玲師傅也有預測今年娛樂圈的運勢 還說Carmen有機爆紅 搞到Carmen不知多開心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想知道 今年2023年套年的演藝圈 會不會有很多起事發生呢 今年是文昌星入中宮 其實本身來說 都是有才華的人容易出位一點 這是第一 真是聲色貌俱全 第二就是 這個文昌星或者名氣星入中間 困住了入籌 其實大家會互相攻擊 譬如有時會多些鬧交 多些是非 是一點都不奇的 亦都會有很多人出位 今年是比較利益一些 不是特別高大的人 小小粒 或者聲音是嬌滴滴的 就是這裏 我的聲音算不算嬌滴滴的 算了 這些都是叫桃花聲 所以今年你也是機會比較多 很野食的貴意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